好来看到复理乡东里村内的区域大排水沟 因为年久失修 遇到地众之后出现了多处的军裂 那么当地的村长以及村民都非常的担心 一场大雨来之后呢 区域排水如果失去功能了 无法排水导致淹水 代理乡长江东城以及县议员詹金富士前往会刊 也允论会尽快来处理保障村民的财产生命安全 复理乡东里村内的区域大排水沟因为年久失修 遇到地震后出现多处的军裂 当地的村长以及村民都担忧 一场大雨来区域排水失去功能 无法排水导致淹水 桥中间有一个桥墩 之前没改善每次都是淹水 居民就反应很多年 结果县府就有把桥已经改善过 目前为止就是积水应该不是很严重 只是说这次的0918 然后那个石头都风化掉 所以我在基层座谈就提了这一条说 全部要把它改善 代理乡长江东城 县议员詹金富都前往会刊 也发现大排水沟也有很多的杂草和垃圾 都会影响到排水 也允论会尽快来处理保障村民的财产生命安全 也有400公尺左右的一个长度 因为这个区牌建了差不多30年以上的一个工程 目前两边的是用石头切水泥的一个 远带的这个工法 也慢慢包括石头都有掉落 剥落的一个情节还有断裂的状况 所以影响到整个这个区块的一个区牌的一个安全性 经费来源我们跟县政府啦 乡公所部门 我们尽量去征集 或是中央部门 我们尽量去征集这个经费下来 区域排水已经多年没有整理 居民担忧大雨水位就会上升 因为多年未清 并且入水口又被阻塞 很担心此时正式台风季 降下大雨时会淹水 村长希望公所尽快整修 记者高雄雙副理箱采访报道